在今天的晚天到明天的凌晨之間 隨著它逐漸的移入到中國華南的陸地 那它到時候的環境會逐漸的不利發展 第二號颱風馬力斯在三十一號下午 兩點左右生成 從潛式路徑來看 因為在海面時間短暫 很有可能是個短命台 目前路徑往北移進入華南低壓帶 明後天有可能再度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氣壓閉入到封面帶之後 會為整個封面帶當中 帶來比較明顯的水氣 而甚至這樣子的低氣壓呢 也是屬於一個中尺度低壓的這種天氣系統 那隨著封面的冬移呢 將會在週六周日影響到臺灣附近的天氣 週六五後熱力作用影響 西半部東北部一帶 尤其山區附近會有顯著降雨 週日整體降雨最為明顯 尤其是西半部東北部 整天都會有震雨或雷雨的情形發生 要等到週一週二以後 整體封面難移 降雨趨勢才會減緩 但中南部東南部 仍會有零星鎮雨 氣象署提醒週末兩天雨勢大颱風外圍環流 將一路影響到週二 整體雨勢仍然不容小覷 在新聞高官學校耀明台北採訪報導